就是本来那个上课的时候 我们是把它调成40跟325 然后我想说把那个针转一下 看看它的准确度 然后就转了一下发现 它到这边应该大概是69 结果它就是跑出66 所以我就想说应该是就是要再改一下 然后这个是我就是把它的原心往下移一点 让它看起来比较那个 可是这个就是改变这个原心的位置 就对影响对物差影响没有很大 就差不多 但我还是有把它往下移 然后后来就是我还是决定要 就是让它从50跟320这样开始 然后这边0跟240没有改变 然后我后来做的方法就是 我就是丢几个就转几个角度 然后就是把那数值记下来 就是需要校正的数值记下来 然后看它在哪一个区间 我就是这样子校正这样 所以后来转了几个角度都还可以 因为就是我自己校正的嘛 对 然后那个桥的地方 就是我是就是会先读进一张完整的桥 然后让它结成这样 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不会每次要读的时候都自己截图 所以应该是要读进这张大的 然后 然后这边我是 我就是这边就也是测了很久 然后就是它其实不管图片大小还是什么参数都会影响到它抓出来的线 就影响蛮多的我觉得 然后最后我测出来是觉得第五个那个滤镜比较好 所以我就用第五个 然后也是就是参数调了超级久才调出这条线 然后再加一些条件把不要的删掉 然后留下我想要的就是我想我是想要这两条啊 然后最后就是游温用那个比例词让我可以知道它的那个就是 里面的坐标跟那个桥刻度的比例 然后最后就可以算出这个水深 大概是这样 好 那个谢谢长汉了 就是看起来这次有特别用心 你是超那个加封的 我放 大概放假了比较多时间超 就是我觉得那个 第一个你用暴力破解这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那个案例 就是表记的这个案例 我觉得那个观念是正确的 因为如果我们假设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程序真的有一些 就是平移的这个现象 就是刻度上没办法每次都算得很准 那你用暴力的方式尝试错误法去找出 他可能在不同区间里面要去做修正 那你发现了这个修正量有固定吗 还是 就我算起来 其实就没什么规律 就是他是乱来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对 那这个我觉得就会比较那个神奇一点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观念很好就是 本来我们在不知道情况下 然后我又不想花太多时间去得到一个真实的结果 那不如我就是暴力破解去做人工的这个减和修正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这个在有限时间里面他也是解决方法的一种 那我要关掉投影了吗 不用啊不要你这个很好啊 你就变成说是我的那个播放者有没有 好然后呃第二个乔顿那个我觉得也也也很好 因为你把那个上面那个表刻度所学东西都用到 呃这个我们说了这个真文一号桥这上面 那我只是呃猜想就是说你怎么把线拿掉 你是只留下水平的线吗 这边就是呃 你有算水平的角度是不是 没有就是我写在这里这一条 嗯就是可能就是Y或X超过多少或者是 两边的Y差多少就可以对对对 ok 那因为只要能够接到一样是这个范围的图 你的这种就是保留线的方式应该是可以固定的 对不对 嗯 因为如果每次你的图都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做一样的钱处理 最后你找到线应该会类似这样的分布 嗯 ok 我原本以为你是去先算呃 如果这条线的那个Sita角是零度的话 或者是什么那就代表他一定是一条水平的线 哦 然后我们水平的线 那我如果在在这张图里面选择了一个参考坐标 那比如说你的下一张图你有尺规坐标吗 你自己有一个参考坐标 嗯 那我就可以去算说这些所有的水平的线 距离我这一条 刻度上某一点的参考坐标距离大概有多远 我就把这条水平的线留下来 嗯 就是类似的这种方法可以 不过看起来你是用经验上就是我只要锁住Y的范围跟X的范围 我就一定可以留下那两条线这样子 嗯 对啊 不错啊 好那个做得很好 对啊 然后我发现如果从最后一个开始的话会有一个问题 譬如说有的人后来才举手 那永远最后一个人都会不一样 所以我决定还是从第一个开始好了 那个 就是请那个 我的画面是会长 会长那个 那个 先开始吧 好 等我一下 好 这样有吗 有 OK 有你的方便是好像没看到分享东西没有点报 还是你没看到分享东西有啦有啦有啦 对啦老师我要先跟你说啦 我就是作为我失败 你失败 对啦 我跟那个叶长安的方法反正像啦 我先让他跑一下 你是因为听到我说贝宜分数会比你高 你就说你失败就对 没有啦是真的失败啦 我没有在赌气啦 反正我就先那个嘛 我还可以打分数啦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没有啦我真的没有啦 这个 他不会放大 反正就是 我stress hole之后 然后 我抓到的线就是 他永远都只会停在 这一条 就是他 跟他们讲 他 我就算把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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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短 长度调大之后 他也是会这么短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这一整条 因为他只会站在这一小条 嗯 所以你就做不下去了就对 可是我把后面的东西做完 就是也是就是齿规 然后 因为他看 我看他是 就是一格是大概四个pixel 然后就剪下去嘛 这个是后面那个是简单的部分 可是 就是 上面这条找不出来 长不出来 跟下面这条我也找不到 就是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有 有一点弧线 就是那个水面有点弧线 他找不到还是怎样 对 这是我失误的地方 好 还要我做一做 然后就是 我做到我 有的时候我会这个画面关掉之后 他会再长个新的一模一模的画面 他一定是code的问题 或是关掉的程序有问题 比如说 像你的那个第63行 你的key way那边怎么都不给个零 或是什么的 哦 这样会有差 有差 因为key way就是 等待时间 什么都没给的话 你给零就有点像是使用者 谁按任意键他就会关掉 嗯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 但是 看来跟图有关系 其实就是CV 那些key way啊 或是image show啊 就是会有一些小关系 哦 了解 对 那 不会啊 就是会长刚才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就是即便他知道他今天失败 他还是会抢着第一个举手 那我就是觉得我会失败 所以可以讲一点东西 就所以先来 结果你在那边最后来吓死我 又害到你 又害到你 想说压轴又搞成这个样子 通常我们的压轴都是家瑜嘛 对不对 对啊 他今天请假就只好你垫底了 好 那你还有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还是就这样 就这样 好 然后那很好 谢谢会长 好 那我画面里面的 呃 再来的呃 会长手放下嘛 然后 呃 奇怪 为什么浩伟每次都举那么快 浩伟来 喂 有声音吗 有 呃 等我一下 嗯 嗯 这样子有吗 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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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就是 我去调了 那个 这个angle的 数值 然后 这个最右边是原本老师的 40 就是mini是40 然后最大是325的 然后 我就尝试了调40 40的这个 然后也尝试了底下这个 然后我发现 我只要动一点点 然后这边的数值就会变得 呃 差很多 就是譬如说 这个就直接变17 然后后来就发现 那我就只动一点点 然后 就是动最大值 我把它调成329 然后就呃 很 就是很接近20.0 这样子 所以我就只做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我去 我用这个 一样用那个halfline 然后我把后面这个门槛 调70 然后让它找出这么多线 然后就 再来就是 我 我一条一条去找 然后找出这条线 然后我去 找出它的坐标 然后我就直接在 这个 乔墩 乔的这个柱子上 然后我直接画了一个 呃 标尺 就是加了它的刻度 然后我在用 5月28那时候学的那个 offline 是一样的code 然后 这个门槛是20 然后我就直接抓出一条线 就是我要找的那个水平 呃 水面的线 然后 因为我发现 呃 乔 乔最底下这个数值 会跟 呃上面这一个 差大概5公尺左右 所以我就用 我就用 呃上礼拜教了那个 然后 我让它找出它的 呃 呃 这一条 这条线跟这个的锤 的焦点 也就是这边 然后 然后再让这个数值去减 5公尺 然后就得到我的 最终的数值 73.88 然后我做的大概就是这样 好 那这个 浩伟这个也是 比较直觉 但他跟长汉比较不一样 是长汉自己在外面画了一个 绝对的坐标 然后 浩伟是直接就找桥梁的那条线 最后也绝对坐标 这样子 ok 好 那 那个 浩伟有什么问题要跟我们讨论吗 还是 就大概是这样 呃 大概是这样 好 那谢谢浩伟 那 那个 我这边画面是 易轩 揍一下 呃 这样子有 我先讲 有声音吗 有 我先讲就是 第一题是 我看那个其实数值蛮准 所以我就微调就是 跟浩伟一样调这个angle 那 就是我本来想说从360开始 开始 然后慢慢试上面这个最小的angle 然后 试到 37差不多对了 那我再试下面这个 然后 下面这个我把它当作微调 他因为他动一点点的话 他动比较少 然后上面动一点的他动比较多 然后跑出来就会 呃 动一下 然后他的值就会 蛮接近看 看起来的值 那 这是我做的 第一题 那 第二题的话 呃 第二题的话我是 找 因为我想说这个上面最长的线 应该是代表82吧 所以我直接去找 这个82的点的坐标是多少 然后 向下画了一条直线 然后找到这条直线之后 我再去找 他各个刻度的坐标 然后像82 81 那我找的方法是 我 我 会点 82 这个照 82这个坐标 跟81的坐标 然后向下 他要依序 依序的往下扣 然后扣到最底 那 就是因为这个 照片他不是正式的照片 所以 他越往下的话 他会 稍微偏 他每一个只会 如果 照一样子往下扣的话 他会稍微偏下 所以我再去做一点点小微调 让他 越下面他会越往上 就是因为拍摄角度的问题 然后我 找到这个 这个tick之后 然后我去找直线 那我就跟之前做的一样 就是先对他做模糊化 然后找到 找到这个 找到再把它做二直化之后 他就可以找到这条直线 那因为我找到的是 这条直线 所以我想说 如果是同一张 同一个角度拍摄的照片的话 那我只要向下 向下 一样的 一样的距离 一样的距离的话 他会找到 水面线 那 这就是我找到的水面线 那我是向 就是找到之后 向下移动150个pixel 然后找到这条水面线 之后 我再去找他的数值 那 左边这张是前面的做法 然后 然后我是 因为我找到82跟81 这个点的坐标 那我就 去算说 他向下一个pixel 大概会是代表说 真实坐标向下多少 多少的就是高层 那我再向下扣扣到 扣到最后就可以找到 这个数值 那 就是 如果他是 都是同一个缩时的话 我相信就是 我只要数值 就是找到的坐标 值都一样的话 其实可以一直沿用下去 那我做的就是这样 好 谢谢那个一轩 那 我很好奇的是 因为你刚刚不是有提到 其实照片不是正的拍的 对 那往下一个pixel 对应的刻度不是会不一样吗 呃 是指就是 比如说81到80 他一动会变成 对对对对 所以我会把它往 就是 我会去用 有点像 事务法的方式去找说 他大概 下一 下一一的话 他要 他要往上移多少 那 这两张不一样 这张是 每下一一 每下一一个 那他就要往上移 一个pixel 两个pixel 那右边这是一个 对 其实当照片拍的角度只要换了 我们就得用第一张来律定 那个状况 然后 就是死后的照片都照着做这样 对 那数值的话也是就是 我也是去算 可是他因为下面的话 他也是要扣 扣那个pixel值 然后这才会打到比较准确 好好 OK 好 那谢谢一轩 那 就请一轩把手放下来 我们下一个是那个 庆柔 好 等我一下 我这次其实没有做出来什么东西 就是 我觉得跟之前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用的是 就是用half linep 因为他这样的话就可以不要抓到整个线 然后 所以我就有把水池的刻度 直接自己抓出来这样 然后我就是测他的参数 然后测出来可以这样抓 可是就是 我还是没有去解决 就是大家有去找到的 就是可以直接抓水位线的方式 所以我就只有抓到就是水池线 这样 好 静楼你结束了是不是 对 好 那个 不过我们静楼还是花了蛮 花了这个简报的时间 这个 有做做看起来像样的简报 好 我们长汉好像蛮开心的 好 没关系 那我们就谢谢庆柔 因为每个人有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等一下还是会 要求部分的同学 可能上传他的这个版本这样子 那 就像庆柔刚遇到的问题是 他根本找不出 就自动的去找出这些垂直水平或斜向的线条 那或许可以参考那个code 别人的code 那或许就可以直接找到 那你找到了线以后 其实你本来已经用暴力破解那个坐标的 那个绝对坐标也是会有一些帮助 所以应该也就直接拿来用 好 那就 下一 因为就剩佳峰跟boe 那个 我们不能让佳峰压走 因为他说他今天还是要秀一波 没有没有 就先佳峰先来好了 没有没有 因为boe已经拿奖学金了 他已经不是很在意这些剩下来的事情 好 先分享 呃 这个是我做第一个 那个改那个表的数值 然后因为我觉得我改那个 如果我改圆的半径都缩小到他 这小圆的话 我觉得可能那个数值会变准确一点 然后我都改他圆的那个 然后程式那边就是改他最大最小值 然后把它输成最小的 然后 那个坐标也位置也改一下 那圆星的 那圆星就是 但 就是原本的 圆星的加5跟 X的坐标加5跟外的减 就是相对比较中间 所以这条圆就调到这边 然后再去调那个 就是他出来的路 绿四线那个 向下 显得把它改成这边 然后 就会出到 这边 因为 他改那个圆 那边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 那时候我们是 好像是因为 那个城市 是 说我找那个 圆星 什么 是小于半径才找到圆 然后 因为现在那个半径是 那个 纸针是 跟半径差不多 所以我都改这边 然后去找他的 那个半径 绿色的那个 纸针 然后找完之后 就是出现 但我没有放 就是 后来我觉得 因为 就是用老师那个数值 他是 这个数值是 会不准 跑歪掉 然后我就 就是改完那个圆之后 我再改那边 这数值 然后是45跟3 315 改完之后就是 就20.17 这相对比较准确 这是第一个 哎呀 第二个 这玩一号桥就是 就是我也是 就是把他的图片 用程式去把它折成 那桥盾 然后再二次的话 调这个数值 然后调完之后 我就找到 82的水位线 跟74的那条线 然后这是 调完的数值 然后对 把它调完数值之后 我想说 要找他那个坐标范围 但就是 对 我找坐标范围的时候 我就好像不太会找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线会跑到下面去 然后就失败了 然后死那边 就这么下去 就想了 蛮久都想不出来 让他不告诉你就对 呃 就是 你没有不告诉我 就是我想不出来 然后也对 能力有些都找到这边 然后找不到这种 对下一步就没 好 好 那个 呃 嘉峰就这样吗 对对对 我觉得嘉峰第一个 那个 尺规 就是这个 那个压力计 压力表记的那个 我觉得做的还不错 就是 他有想到说 我不知道他有想法 但是 嘉峰你为什么想要 把Sircle变小 因为如果就是圆 那个变小之后 对 原本是大吧 因为大的话 那个 导数可能会 就是偏大 那个偏差是会有 如果圆小相对 指到那个指标 就是会变准确一点 所以我就想说 把圆变小一点 然后可能会 准确一点这样 ok 我觉得嘉峰试了一个 就是 还不错的想法 就是说 不是单纯的去调整 那个 呃 只是找圆的参数 他就想说 我我我 其实变小就是 呃 圆上面的一度 等于多少 真实的刻度 这个单位会变得比较 精 就是精密一点 会变得比较精密一点 大概 大原则是这个样子 好 那谢谢嘉峰 我们压轴 那个 Boy 感觉 对 那个 不要 的话 我会 我方面暂停的 啊 你 喔 好 可是你的軟體還是可以work 還是聽得到你的聲音 還是你跳出去再加進來 好 他有寫字學校 幹你直接當掉了 現在在畫面 沒有好像直接完全當掉了 他就說不行 因為我是反而他就說不行 然後他就說要把男生叫 可是有你的臉呢 那你同步才碰掉是不是 有了嗎 有 我一開始用就是Code上面的數值做的 然後我想說我要試另外一個角度的 可是我那時候想不到方法 我只要用小畫加畫一條黑線 然後測出來這個是87.9 就我原本預計應該是90 可是還是差了一點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把數值換成是 我覺得標準應該是50還有220 320 然後我稍微調了一下那個圓心的位置 就我把那個外的座標移動了一下 然後在這個位置其實蠻準 就是剛剛好20 可是上面這個反而變得86.81 就又離我原本設定的目標是90 更不準了一點 然後這個就是 你不小心就跟加封一樣 對 然後 然後 我那時候不知道什麼一直抓不到這個裡面的圓 那我直接我用小畫加就畫了一個圓 對 可是其實 然後反正我抓到後來 市場這個樣子 然後 數值是46和318 然後最後 得到是20.07 好的壓力計 這部分 然後最後是那個橋 橋的話我是用就是第五個 對就是那邊的第五個 然後最後我抓到下面這一條還有 對我是抓到下面這一條 然後我有 就我的 程式 我直接想說讓 那個Y坐標 相減應該要等於 你又想找到水平線 可不可以的問題就是 他說他找到83條水平線 就83條我要找的線 可是他出來的圖只有 這個 就不知道為什麼 好 應該差不多就這樣 那就是 第一個就是 我先確認一下 BOWIE你們三個是住在一起是不是 對 都是加封教 沒有沒有沒有 怎麼都看不出來是加封教的 三個住在一起 為什麼不融合一下 你們就是 大家每一個的強項這樣子 蠻可惜的 不過 我覺得BOWIE做了一件 不錯的事情就是說 善用小畫家去 得到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然後 再來去檢核說 到底這個答案為什麼不對 這樣子 那我覺得 其實那個表壓力計跟剛才那個 易軒在報告的時候有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照片其實不是真正的拍 這那個表的那個畫面其實也不是 用一個鏡頭然後垂直去拍那個表面 所以就變成說你可能在20個刻度你是準的 可是到了90以後你可能又又又又不準了 可是你就會覺得很奇怪這個不是應該要 如果一個地方準那個地方就應該也要一樣是準的 我想他的問題也是在那個表的照片其實不是正正的去拍 所以在照片裡面有一個 處理方式就是怎麼把照片修正回來成 我們說的那個叫做震懾的影像 詹智安老師可能在上測量學或什麼課有說到 就是說你怎麼把照片修正回來成是正拍的 就是正拍 所以我想是一個 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那個你剛說找到的線 對 他有可能是真的 只是說 我先不管Code有沒有問題 我先看就是說他如果找到80幾條 那你看起來好像沒有像有80幾條的樣子 那 你是覺得太少還是就是 就我覺得應該會有很多條 可是他只有 就只有你覺得他太少嘛對不對 對 可是其實 其實他有很多條線是斷掉的 我覺得啦 就是說你看起來假 你好像以為他是一條線 可是實際上他有可能是 一小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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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他他認為裡面他是一段 一段一段 因為你記得 剛才我忘記是誰有介紹說 你可以去控制他找到的最小的 好像是會長吧 你可以去控制他找到的線 最短的線跟最長線的長度 那個 或許你給他的那個長度是有一個限制的 所以他會把一條很長的線分成很多個小段 有可能啦 有可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不用那麼急的懷疑他 可能是有一些 有一些他真的就是那樣子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是你把 那86個找到的線 輸出 把他資料 輸出出來看 因為他找到線一定會輸出端點跟 結束位置給你 你應該就可以去看說 那點對點點對點到底在哪個位置上 那那你可以去算算看兩點兩點之間的距離 因為一條線就有端點跟起點 然後你就算兩點跟兩點之間的距離 搞不好兩點跟兩點之間的距離 的Pixel很小 所以你就代表你找到86條都是很短的線 我覺得可以設計去檢查一下 好 那 我覺得整體來講表現都很好 我 我同步一下我的畫面 那個 我發現 上一次那個同學們還是沒有把 就是我們有說要把 大家自己畫的那個 數字的圖看能不能上傳到雲端上面 我覺得大家還是 如果有記得的話可以去去分享 我們還有一個加封 是嗎 加封剛不是剛已經講了嗎 忘了 忘了放下 我以為你要補充 我以為你 你要補充那個鮑魚他們還有做的東西 好那個 所以我是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乾脆這樣子就是說 到我們這個 Raspberry Pi 然後 OpenCV 扣著 然後 上一堂課是數字辨識 那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直接在這裡創一個你的資料夾 然後把你上個禮拜寫的數字都放進去 你上個禮拜寫的數字都放進去 因為 上次韋哲好像有提到說 他也想要去測試別人寫出來的數字 那今天的話我覺得就是我認為啦 就是對大家學習上有幫助的人 做出來的案例可能是 第一個長漢那個我覺得第一個 他最後才按但是被我又點到 這個他可能自己也沒想到那個長漢可以有機會就 在這裡創一個目錄 然後 就是你做了所有東西都放到你的那個目錄裡面去 然後讓同學可以做參考 那大家應該就是要有一個習慣就是 你自己在寫code的時候要註解 要緊字號去註解說 其實你這一行在做什麼 那因為別人可能不了解你的想法 所以他在看你的code的時候 他會不知道你這一行 可能本來想表達的意思 那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大家可以 如果你上傳被我指定要上傳的話 那你就要把一些註解打好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 我認為那個 浩偉跟益軒還有那個 那個嘉峰 嘉峰做那個表刻度其實做的還不錯 就是把把圈圈變小 那浩偉跟益軒是用兩種不一樣的錢處理方式 所以這個我指定就是說長漢浩偉益軒還有 嘉峰你們可能上傳一下你們做的這個 那個所有的這個資料這樣子 那讓大家去做一個參考 那你對表壓力這個東西比較有興趣的 我覺得可以參考 加峰的 然後如果你對 所以橋梁科度這個比較有興趣的就可以參考長漢跟 益軒還有浩偉益軒還有浩偉的 然後他們三個做的方式其實不一樣 對於科度上的定義不太一樣 好 那 我們就來上一下我們今天的這個內容 我們來上一下我們今天的內容 那大家一樣就是方便的話還是把那個 那個視訊打開 欸奇怪我們幼齡是不是沒舉手 幼齡是不是沒舉手 喂 幼齡是 老師聽到嗎 有有有 啊你 因為 你在上班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 我昨天 要處理的時候我電腦出了一點問題 所以我今天拿去送秀 然後還沒好 那我這堂課是不是都把你們電腦用壞 不是不是 為什麼在尾則生氣 我也不知道 就是 昨天突然要用然後我開機的時候 好 那沒關係 你現在可以先跟我們講一下 我剛才還是真的沒有發現 你其實有上限 不好意思 對啊 那 你是故意這樣子想糊弄過去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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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這樣教你了是不是 好啦好 那我就上我的課了 那你自己之後再 再再補上 好 就是這其實 我們很開放的 只是希望大家有練習就好了 OK 好 那我就 也一樣 我們今天看能不能四點以前結束 那 我們今天其實要教的是最後一個 就人臉辨識 那 我比較在意的其實不是 不是我們今天要上的 是說真正的 辨識 真正的辨識 你要辨識的東西其實有兩個關鍵 一個是 你要怎麼決定你想辨識的物體 第一個 你一定要先決定你要辨識的物體是什麼 框出你想辨識物體的空間 第二件事情才才是去訓練 你要辨識它是什麼 所以有兩個是問題是 你要辨識的物體在哪個位置上 你一定要先抓出來 所以剛才 浩偉好了 浩偉一開始就覺得說 我忘記是浩偉還是長漢 好像是長漢就是說 他認為 真正拿來分析資料的時候其實不是整張照片 而是照片裡面的這一根橋樑橋墩 所以他就覺得說我直接把橋樑截取下來就做 分析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說的 就如果一張照片裡面你有這麼多東西 你要怎麼決定你現在即將要做分析的 這個物件的範圍到底在這張照片的哪裡 所以 人臉辨識最大的問題就是我怎麼知道這張照片裡面 有一張臉 兩張臉 還是有三張臉在那邊 所以關鍵是先找到 臉的位置 才對臉去做判斷 這個是人臉辨識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等到你把這個臉找出來了 第二個關鍵當然就是 你怎麼知道他是誰 那就需要去做訓練 所以我們主要有 有有這兩個方向 那我先把這份pdf檔打開 大家在這個雲端上面都有這份pdf檔 然後第二個我回到 我們今天上課的這個code 那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今天這個code 有什麼 我突然又想到 康豪好像也沒舉手 所以康豪怎麼了 因為我是馬上剛剛才把影片看完 所以我也是之後再補上 好好好 好 好 那就這樣子 哇 這個真的是蠻可怕的 就是都都會有那種背後的隱藏人物 所以我要開兩個視窗 我另一個畫面就可以看有誰上線這樣 不然我是說實在的 我的畫面就是都是你們現在看到的畫面 我根本不知道有誰在線上 好 然後 我有傳那個 就是今天的這個preview 就是看一下我們今天要做的影像的那個辨識 那我主要是用我的影像在做訓練 那 其實這很好玩 就是說到處都可以做訓練 像我 我就隨便拍了一個影像 然後我就拿我的 拿我的 拿我的三個小孩子做訓練 然後 正常來講我的孩子嘛 所以他們應該要跟我長得很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 三個都是我生的 所以他們三個之間應該要長得很像 這是我測試的想法 那我就可以針對我三個孩子跟我 還有我的家人做訓練 我從訓練結果就會知道 原來我的孩子誰像我 然後原來我的孩子之間他們互相誰像誰 那他們互相誰像誰 那大家會發現說 裡面怎麼沒有我老婆 因為他的藕包很重 他不能參與這個訓練 所以他 因為這樣子我們其實也可以知道說 其實孩子是像爸爸還是像媽媽 這個就很好玩 就是說 人臉辨識再怎麼厲害也沒辦法 也沒辦法完全辨識 親戚之間的關係 因為那個特徵其實說真的會長得很像 這個是我覺得很想玩的 那所以我會覺得今天作業 你看我們還沒上課 我就先給大家作業 就是說 我也希望今天教完以後 大家可以回去訓練你自己的家人 那當然我這樣才會突然想到康豪 是因為 他的藕包很重嘛 我剛才想到藕包這件事 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說 奇怪剛才怎麼沒有康豪 剛才怎麼沒有康豪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就是說 這樣子好了 然後你就訓練你的家人 然後你就會開始覺得說 那大家長得 我是其實跟誰長得很像 那 有的人把寵物當家人也可以 你也可以叫狗這樣子跑進來 然後貓跑進來 搞不好你真的跟你的寵物也長蠻像的 這個真的 我真的以前我媽媽養狗 後來我也發現 他跟我們家的那個 那個 蠻蠟腸蠢怎麼越長越像 這個也是可以大家去玩玩看 所以我今天主要就是要去測試 就是跟大家去介紹說 第一個我們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 你怎麼知道這張照片裡面有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事情是 即便你知道他有臉了 你怎麼知道他是誰 所以你需要做一個 模型的訓練 OK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軸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剛剛有說我們要來看一下我們今天 扣的有哪些 那你在雲端上面看一下 我們雲端上面今天的這個工作目錄裡面 其實第一個我們有兩個資料夾 一個資料夾是 那個照片 你要放的照片 那你把這資料夾點進去 我 因為 程式語言的東西其實很怕中文 很怕中文 所以大家盡量習慣用英文去描述一下你的資料夾 你的資料夾 那 當然我們這個就是有一些 內建的資料在裡面 那你就可以去新增 你自己拍的新的照片這樣子 那第二個目錄是 Cascade 這個 這個就是所有的人臉辨識特徵的Library 所以你點進去以後你會看到有很多這個Data 然後 裡面有很多XML檔 XML檔 它是不同的 你看英文的名字 像這個的話 他可以幫你去檢測 你有沒有在笑 你有沒有在笑 那像 會長或是 長漢他們就比較有笑容的 那其實就是你可以去測試 其實你的那個笑是詭異的還是 還是其實他對一般人來講 他是可以接受的笑容 然後他其實是 這很好玩 他是真的幫你判斷你有沒有在笑 幫你判斷你有沒有在笑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這不是我們的重點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大家有很好的Data可以去玩 Library人家都寫好了 你只要丟照片給他 他就幫你看這個笑容誰在笑 這個笑容誰在笑 那第二個你可以再看到有一些你英文上看得懂的 譬如說 不是只找人臉 是找 他是不是一個人的身體 這是一個人的身體 那有的是可以幫你找 找到你的眼睛在哪裡 你的眼睛在哪裡 那這個我覺得也蠻好玩的 就是說 有的人覺得自己單眼皮 或是長得像韓國人的眼睛 那眼睛很小 你就可以去挑戰這個Library 就是說 他到底找不到你找不到你一張照片裡面 你眼睛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今天其實很單純的就是只是要找Face 我們只是要去找一個這個正在照片前面的一個Face 所以我們有很多種找Face的方法 所以這裡有很多種大家都可以在自己想辦法玩玩看 自己想辦法玩玩看 那我們今天只教其中一種找臉的方法 所以我跟大家先介紹一下 就是先簡介一下 其實我們這個目錄裡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那我們主要有三個Python的Code 第一個是 如何去做一個 即時的這個檢測 那我有說到就是上次有說到說人臉辨識這個訓練 課程訓練 最麻煩的是大家沒有一個即時的鏡頭 可以馬上做即時的分析 所以我們今天不做這個即時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offline的 有一個offline的這個Code 譬如說不即時也沒關係 可是我可以先把影片拍好 然後我針對我的影片去做判斷 所以大家在家裡可以做這個練習 就是你把你的手機拿起來 然後請你的家人 就是很自然的在那邊走來走去 讓你拍個幾個影片 然後你就可以透過這個影片來做訓練 那這個是大家都可以回家玩玩看 那就像我可能隨便 隨便用我的手機 我就拍了一張 拍了一個影片 這是我們今天訓練的題材 我就拍了一張影片 然後不要給自己太 太容易找到的 的結果 就是我還要故意做鬼表情 然後想說我這樣子會不會 歪嘴 擠眉肉眼 然後會不會其實他就把我認成是另外一個人 這個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對自己太輕鬆 就是 像相信大家都很有創造力 所以你可以做出一些很爛的鬼表情 然後 但我的偶包沒有像看好這麼重 我就是比他稍微輕一點 所以我也做不出 很機車的臉型 所以大家可以去挑戰你自己訓練出來的模型 就是說 我會不會戴一個面具進去 戴一個口罩進去 他還是以為我就是他 會不會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很好玩的一個訓練 然後 所以另外一個 code點拍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要做訓練的 code 要做訓練的 code 所以我們今天就只講兩個 code 一個是 offline怎麼去做測試 然後一個是這個model要怎麼去做訓練 那我們先假設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照片了 因為大家把這目錄抓下來 所以在你的image裡面 這個目錄裡面其實有每一個人的照片名稱 記得這個照片的目錄 你要做訓練的話 一定要用英文比較好 比如說你要新增長漢 那你這邊就用長漢的英文 然後把長漢的照片丟進去 那他就會去做訓練這樣子 那裡面照片都長怎麼樣 我們 好我兒子 裡面照片就會長這樣子 會長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些照片怎麼自動得到的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 那你不用自己去裁接這個照片 因為你自己裁接這樣太麻煩了 那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說 這些照片是怎麼來的 這照片是怎麼來的 好 那我就回到我們這個原本的程式嘛 好我們記得我們一開始要先做訓練 一開始要先做訓練 所以我先把這個training model打開 先把我這個training的model打開 好那大家看一下 這個training model很機車喔 大家知道就是要做影像訓練 第一個一定要把影像讀進來 那這個code我覺得很好 他把影像讀進來的方式 他竟然不是用opencv 也就是說 Python有另外一個library 來處理影像的 他叫做pill 這是pill 大家可以去查pill 那他其實是Python裡面另外一個處理影像的library 大家可能會被我這堂課誤解 以為影像的話 我就是永遠都只能用opencv 然後他很有名 然後他的功能性很多 其實有另外一個處理Python裡面處理影像的 另外一個格式叫做pill 那他的格式其實是跟opencv是不一樣的 所以opencv如果把一個圖讀進來 不可以直接給pill用 要經過一個轉換 這個線上很多人在討論 那我覺得這個範例可以給大家一個印象 就是說原來我有 Python裡面還有另一種處理影像的這種library 那當然我們這個還是有用opencv的library 然後numpy處理矩陣的問題 只要處理影像的東西就需要numpy的矩陣 因為影像的世界就是在Python裡面 就是一個陣列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pico pico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它是什麼東西 那我這一次有特別把一些網路上的這個資訊 直接貼給大家 你就可以去看說 這個為什麼呼叫這個pico library 然後你就不知道它是什麼 沒關係我們就貼到這個 這邊搜尋一下 看什麼叫做pico 然後他就跟你說就是你看完了以後還是不知道他就說什麼 他就這個意思 不過他就是在處理任何的一些 序列的資料 pico就是在處理一些序列的 什麼序列 他就是在點tst檔 那也是一種格式 所以pico只是一個 他可以拿來讓我們方便處理一個有序列性的資料 那他是一種資料的格式叫pico 然後 然後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python 現在我在教這個python 其實他是要做模型的訓練 所以在這個code裡面最重要的是把 把你的影像資料讀進來 所以第一個你一定要學會怎麼讀 影像的資料 從這個code裡面你要看得懂 因為你才以後你在其他地方你想要做 一樣的 影像訓練 你要知道怎麼把你的影像讀進來 影像讀進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你要用什麼樣的模型做訓練 好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base的dir 這個base的dir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在 這一個地方 我的code training code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的完整路徑是什麼 在這個地方的完整路徑是什麼 就是這個basedir 那我如果給你一個這裡的完整路徑 然後再加上我跟你講我現在的資料放在一個目錄的名字裡面 什麼的目錄 這個目錄叫做image 然後我這個imagedir這個變數就是會代表的就是我這裡全部的路徑 然後加上有一個目錄的名字叫做images 然後我就把這個變數存在imagedir 那因為我怕大家不懂嗎 所以我你看我們都習慣 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 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 先做一下這一段就好 我先到我的低潮 然後 我這個是今天的目錄的 我今天目錄的地方是在 109年 之二 然後 python這裡面的code 然後我進去我進去我今天的練習今天是06 還有一層 然後我進去0625 然後我進去opencv 好我現在就在這裡 然後我有看到我的pycode在這裡 這是我的pycode 然後我就先執行一下這個pycode他應該會 會要求就會print一些東西給我看 所以我就是face training facechain.py 然後按下去 好吧那他因為後面有很多東西所以他會一直print 所以我們基本上剛才我的那個一開始print的東西就完全被洗掉了 所以我要先把下面的print關掉 我先把下面的print關掉 來我們把這個print關掉 然後 還有兩個print ok 然後 再找一下還沒有print 好像沒有了 好那我們就存起來 然後再執行一次 我還有一個地方沒關 Image 有個image shape 這裡 好 再執行一次 好大家就可以看到一開始的這個imagedir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完整的一個路徑名稱 然後接上什麼 接上我的資料夾名字叫做image 這個大家要學起來 也就是說他會去偵測你現在執行的這個python code在哪一個幕幕下 然後你的資料又放在在在在 又放在剛好又放在這個python code的這個 跟他在同一層的目錄下 他的名字叫做images 那你的寫法就是可以這個樣子 就是去用這兩行去把這個位置找出來 因為這很重要到時候你要讀資料你就得要進到這個位置 你才讀得到資料 那所以你是絕對告訴他說原來路徑就在這裡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要做分類法 那我們要用的model 那個library是什麼 那所以我們剛才不是有個目錄叫做cascade的嗎 然後裡面有個data的目錄 然後裡面有超多XML檔 那不同的XML檔它訓練的核心的物件就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front frontal face 就是在照片前面的臉 然後我們使用這個alternative的就取代方案2 我們使用的是這個ALT2 其實它有很多種不一樣的做法 那你可以去試一下哪一種做法對於你來講是最完美的 最完美的 什麼叫做完美 不是說他判斷你判斷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準 在辨識的世界裡面 完美的意思是說 我如何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做出最正確的判斷 這個才叫做完美 如果我要做一個最正確的判斷 結果我花了一個小時 我才辨識成功 那這個就是一點都不完美 所以大家如果常常看 我們正門口的那個停車 那個是我看過台灣少數 就是車牌辨識 桿子 舉起來舉得這麼慢的系統 也就是說 他花了很多時間要你停好他才能判斷 然後 就算我都已經停好給你判斷了 你還給我花個一兩秒鐘才把桿子舉起來 那這個對我來講就不是一個完美 因為我應該是要寧可 你判斷錯一個號碼 我可以接受我還是把它舉起來 因為在同一個學校裡面 要剛好全部的車牌號碼只差一個碼的也不多 這個是我覺得就是目的性 跟你的需求性 你要去定義你的完美是什麼 我的完美就是 判斷的很快 然後錯誤率 不高 就完美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試一下不同的這個XML檔 那 很重要 這個一定要把它 CV Cascade 然後Classify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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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把它餵進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會用一些不一樣的訓練方法 譬如說我的辨識法 我們剛才是把這個XML餵進來以後 然後存在這個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是我要用CV2Face LBPH這個方法 LBPH這個方法 然後其實他這個方法其實他叫什麼 我們這個方法是我們主要訓練的方法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複製 這裡有他的介紹 他怎麼去做判斷的 然後 你就把它 貼上 因為我這次會做這個是因為我發現大家可能都聽聽我說說 然後 但是都沒有真的去查資料 所以乾脆我就直接把我查到資料的那個 網址名稱貼給大家 那你就可以去看這個是很早以前他就發展出 LBPH的 algorithm 那他怎麼做辨識的 要有Face Detection跟Face的這個辨識 那他的方法其實有 我們用的就是這個Local Binary Patterns Histograms 他就是LBPH的縮寫 那我相信大家學過影像分析以後 對這些字就開始不陌生了 第一個是你對Binary不會陌生 因為你發現他一定是用什麼 二指法 他一定是想辦法把他的圖變成二指法 然後他把圖變成二指法以後他去做這個 這個這個譬如說色階的這些參數分布 去找到某一些門檻子來判斷說他是誰之類的 我是大概說說就是說 我們就可以去點說那這套方法到底怎麼去用 然後他就有一個很詳細的這個這個說明 很詳細的說明 因為大家都長大了就是說都是以後要當研究生 或是 就是要有自己去找資料的能力 我的意思是說 你對於數學上如果很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去試著去理解他 這套方法到底是怎麼做的 那對你你未來在做應用的時候也會比較有幫助 好那我們這個堂課我們不細講這些東西 那只是我把這個參考文獻貼在這裡 所以我我就是create一個model 我create一個model 然後之後我要用這個來做辨識用 之後我用這個來做辨識用 那 接著我們就開始走囉 接著我們就開始走了 那 不知道大家對剛才我講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不好 如果你沒問題的話就舉個手我們看一下 給大家提個神 我們還有50分鐘我們現在都不要超過4點 好那謝謝大家 那我就繼續 說明下去 因為剛才是有點像是模型的建置 17 17行以前就是模型的建置 就是我要開始做訓練 然後我開始跟剛才 跟之前我們在做辨識 數字很像 我們每一個圖片 我們都希望給他一個ID 然後給他一個label 有了label 我們有了label 我們就可以做訓練 所以我們把它圖形存在訓練的資料裡面 然後把他的名稱存成 電腦看得懂的label 對嘛 我們一定要去訓練說這張圖是2 然後我告訴你他是2 所以 這張圖是我 那我就要告訴你他的label就是我的名字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最後要做的訓練就是這個 那我會去限制說 每一張照片 我想要去調查一下每一張照片的最高的高度 跟最小的高度 就是說最大的照片的高度跟最小的照片高度是多少 我這邊亂給一個數字是起始值 最後我的程式會告訴你 幾乎所有的照片裡面最大的高度是多少 跟最小的高度是多少 這個很重要 因為 我們如果不去控制我們拍到的照片 就是他的長寬比 那就變成說你什麼照片都有 那你什麼照片都有的情況下 會影響模式在做訓練 所以我舉個例子就是說 為什麼車牌辨識一定要請 車子幾乎固定停在某一個位置的範圍裡面 因為如果你的車子隨便亂停 然後你要做車牌辨識 在他的CAMERA裡面拍到的照片 其實你的車牌離他的遠近 會有很大的奇異度 那就會去影響你在做車牌辨識的訓練 所以你每次在開車 然後你要經過那個自動感應器 他一定會要求你 你的車子一定要停在某一個距離裡面 如果超過這個距離 他就會認為他沒辦法做判斷 所以我們的這個人臉訓練也是 我們可能要大概去控制一下照片的長跟寬 大概是長一個怎麼樣子 那這個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然後 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N秀 就是說我想要去秀一下照片 然後 就是說我想要看一下照片的品質 譬如說 我這裡把N秀改成 我忘記我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好 先隨便改一個10 那我們來跑一下這個程式 看會有什麼 會有什麼變化 OK 他就會去秀10張照片 就是說檢查一下這些照片是不是 人的臉 是不是 在這張照片裡面的比例 是不是在一定的範圍內 譬如說會不會這個照片其實很遠 然後 這個照片其實非常的遠 然後人的臉很小 那這個照片的品質 可能就不是我們要做訓練的 就有點像做個檢查 那為什麼他是秀這個人的臉 因為我這裡有一個 那裡有一個ID 是3 也就是說我要去檢查ID等於3的時候 這個人的臉長怎麼樣子 之類的 之類的 OK 好 那我們就繼續再做下去 那我這裡的話我就不秀 因為這個是拿來做一開始你在做檢測的時候用的 然後 這裡看起來很複雜 有很多個回圈 有很多個回圈 第一個在派上裡面去讀資料的方式 就是 最直覺的就是OS work OS.work 這個的意思是說我要去 Image的目錄裡面去找到 去找一下我想要的file是誰 我要去Image的這個路徑下去找到 我要的 我要的file有哪些 然後 他就去找到這個file 他從這個file裡面去找到file 從這個file裡面去找到他的file 這個file就是什麼file 就是我們 進到這個Image裡面 然後去找到這些不同的目錄 然後我要從這些不同目錄裡面去找到這些jpg檔 去找到這些jpg檔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這裡規定說 檔案的 副檔名 我要找到的我想要的 檔案的副檔名一定要是png 或者是jpg 那如果你今天你的圖片的檔名不一定是png 也不一定是jpg 那你就要去改這裡 那相信大家很多圖片都是png跟jpg 然後 我就把這個檔案的名稱 跟全部的路徑名稱 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 也就是說 這個pass 這個pass最後會等於什麼 就是說 進到這裡 就是這個路徑然後進到這個檔案名稱 這個pass就會在這裡 這個pass就會在這裡 那我就會取得這個file的路徑 這個file的路徑 然後再來是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file的名稱叫什麼 就是 我要把他的名稱存到label裡面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這裡取用他的basename 那我怎麼找到這個basename的 這個basename其實就是 他會直接回傳我們這個檔案的 OK 他其實是會回傳我們這個檔案的這個 前一個路徑的這個名稱 不是這個檔名喔 不是裡面這個檔案名稱是 他會給我們這一個 目錄的名稱 這個目錄的名稱 比如說國賓那他就會叫國賓 然後譬如說浩偉那他就會叫浩偉 所以他這個label成的是 他得到這個director 這個director name 他是目錄的名字 目錄的名字 不是裡面file的名字 所以他是得到這個路徑下 如果他是目錄的話 我把他的這個名字存下來 那因為我們本來就是讀到這個file 然後我們要告訴電腦說 這個file他其實是誰的臉 這個file他其實是誰的臉 然後所以你這裡的這個目錄命 很重要 因為這裡的目錄就代表那個人的名字 然後你只能把這個人的照片放在他對應的名字裡面 這個人的照片放在對應的名字 譬如說這俊達 那我們就有俊達這樣 OK OK 有沒有看到俊達特別開心是不是 好然後 我這樣子有版權問題嗎 他會告我 你們不要這樣子 好 然後所以 所以 那個 我相信這個有點混亂 但是我覺得你 你只要記得我 我說的每一行他是為了什麼 那你回去自己可以花點時間去理解這件事情 那像我就會習慣去把它print出來 你看我這裡又在 又去做了一個print的動作 所以我想要看一下 這個label的名字是不是跟著真的跟這個路徑有對在一起 這個label的名字是不是跟這個路徑真的有對在一起 所以我就把這個print打開 然後我就來檢查說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你看這下面開始他就會去讀每一個位置的JPG檔 然後 label這邊會一直告訴你說 他的名字叫什麼 然後你其實就可以去看說這個名字是不是真的會讀到這些照片這樣子 那自己可以回去玩一下 那我們剛才發現這個輸出其實很亂 所以我還是把它comment起來 OK 然後接下來你就開始要去創造 不同的名字 你要給他label的ID 那我們的ID在電腦的世界裡面就是你最好就是給012345678這樣子 那如果你有一百個人這個ID就會從0變到99 我就看你總共有幾個人的臉要做辨識 所以在電腦裡面的語言就是說labelID其實就是currentID 然後如果你發現這個人 你之前沒有讀過他的照片 那currentID就會加1 因為假設我的這個labelID的0倍號我用掉了 那下次我發現這張照片其實是逸宣 然後我的labelID就會再加1 因為我發現一宣是另外一個人 那我的ID就會current 這裡是一個加號跟等於就代表說 原本的currentID是1的話我就要再給他加1他就會變成2 如果原本currentID等於2的時候我就要再給他加1他就會變成3 然後他不是一個等於1他是加等於1 所以每次都會加1 你每執行一次這一行都會加1 那最後我就把這個ID所有的labelID都存下來 存在這個ID裡面 然後接下來的從第45行開始 我就開始要去處理這張照片的影像了 所以你就看他就叫做p-low的這個image 然後我用imageopen 為什麼這裡要用image 因為我們在最上面 第2行我們是把p-low import進來 然後叫他的名稱叫image 所以image不是亂取的喔 是你這裡import就叫image 那所以你這裡就有什麼 這裡就有imageopen他 所以你看他跟那個 OpenCV的讀檔案的方式不太一樣 OpenCV的讀檔方式是cv.in 然後read 然後括號把檔案讀進來 那他這裡不是他是說image.open 他把檔案打開 他打開超機車的 他直接寫一個convert 然後打個l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一把檔案讀進來他就變成灰階了 他就變成灰階了 所以他他跟openCV不一樣對不對 openCV是那個brg2 那個gray 這個指令去把照片轉成灰階的 可是他在這裡是直接open讀進來 我就直接用一個convert 然後那個上引號l就把它轉成grayscale 所以這個convert這個上引號可以有很多其他的作用 那只是我們去查一下他的l就是 會直接把照片變成灰階的 那在這裡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把照片讀進來的地方 然後45行把它存進去pillowimage 然後對於每一張照片 我有跟大家講說我要去檢查 他的最大最小值 不同的照片的最大最小值 最後大部分的照片最大最小值落在哪個區間裡面 所以這一行就是在檢查照片的最大最小值 不是一張照片是所有的照片 他的高跟寬最大最小值的範圍大概落在哪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有答案 我所有的不同的照片都給他去做訓練的 最小的高度是90 最大高度是684 那這個是什麼單位 這個是pillow的單位 就是說高有90個pillow 寬有684個pillow 那因為我的照片幾乎都是矩形 都是正方形 所以他的長寬的最小最大值是一樣的 好 無論他的最大最小值長怎麼樣 我最後都要把他resize 我最後都要把他resize 那我偷看了一下最大最小值的範圍 我就想說把大部分照片都鎖在250乘250 resize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說 正常你在拍照片的時候不一定是你要的那個size 那 為了你要讓模型訓練更一致 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訓練的模型的size長怎麼樣 你真實在用的時候的size就長怎麼樣子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250乘250我自己知道 所以以後我在拍照片的時候 我也會把我的照片 resize回到250乘250 這樣子我丟給模型去做判斷的時候 這個照片的大小就會跟他做訓練的時候的大小是一樣的 所以我不管你照片原本有多大多小 我都把他resize回到250乘250 所以這裡有一個library叫做pixel resize 這個pillow image resize 那這個size你必須給他是一個矩陣 你必須給他是一個矩陣 所以我們這裡的size就給250乘250 那我就得到這個image的array 最後把他用numpy.array 把他回得到這個image的array 大家記得我們讀完圖片以後 之後要對圖片做任何的影像處理 都要把他圖片變成矩陣的樣子 都要把他圖片就變成矩陣的樣子 所以我們這裡絕對會有一個numpyarray 然後把圖片的檔案 uint8的意思就是說 我把他變成矩陣的樣子 這矩陣裡面的元素 每一個位置的pixel對應到的色嗎 都是一個整數 int就是integer int就是integer 都是一個整數 那我們知道灰階值本來就是一個整數嘛 因為就是0到255的變化 0到255 你從來沒有聽過 灰階值有效什麼64.5的 他都是整數 都是0到255的變化 蠻累的 好 然後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說 最後就是 就是開始做這個p 這裡這個的話就不用太在意 這個不用太這個衣服不用太在意 這衣服就是我剛才拿來檢查說 我要偷看一下照片的品質長怎麼樣子 所以我在最前面這邊有一個N秀 你可以去控制他要秀幾張照片 他去秀幾張照片 那假設我只秀兩張他就是兩張 然後我要秀某一個人的ID 可能第10個ID 就第10個ID位置的這個照片 那我也可以做一次 然後他就會只秀兩張照片給我看 第10個人 然後就這樣子 還秀兩張照片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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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的這個控制 只是讓你去控制說 你要去檢查誰的照片 因為你不可能用滑鼠一個一個去點 但用滑鼠去目錄裡面直接看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會比較浪費時間一點 好 那我們就就從第六四行開始最最重要 第六四行開始就要告訴你說 你剛才說這個Face的這個 Cascade這個Detect MultiMultiScale這個這個Library 我就開始去用這個 我們什麼時候用到這裡的 這個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在前面的時候呼叫進來的 這邊 在這第10行的時候呼叫進來的 就是呼叫這個XML的這個東西呼叫進來 這一行是建置那個model的 的這個 只是建置這個model還沒開始做訓練 所以我們回到剛才這裡 那我們說我們要檢查 是有可能照片裡面會有很多個臉 那這裡就可以去控制說 你這張照片裡面 你最多可以找到幾個人的臉 5個就是5個臉 假如這張照片5個人頭 他就會找到5個 那 這個Scale也很重要 就是說 這個人的臉到底在這張照片裡面的比例是多少 有可能你給這個比例給小一點 那那個人頭你就可以允許他的頭比較小 就是在這張照片裡面他是一個小小顆的頭 那這個當然如果照片拍攝的角度是一樣的 但我們想要去找到小孩子的頭 也想要去找到 像菜頭的那種頭 那頭有大有小 你這個Scale就要抓一個range 就是說 小的頭我也要抓得到 大頭也要抓得到 我自己要抓一個range 那 所以這個這個地方的話其實是在做什麼事 在做 這麼大一張照片 我怎麼知道這個臉在哪裡 如果沒有這個Library的話 你是沒辦法自動找到臉在哪裡 所以這一行很重要 這行就是幫你找 你隨便丟一張照片給他 那臉 現在這個臉在哪裡 現在這個臉在哪裡 OK 也就是說我們剛才 在這個訓練的模型裡面 其實這個臉我都已經切好了 可是像在這張照這個影片裡面 這張照片這麼大一張 他怎麼會知道這個人的臉在這裡 就是靠剛才第64行的那個code 他繼續走下去 那這時候就沒有臉 所以他就會找不到 他就這個畫面裡面就沒有臉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來確認 這件事情怎麼去執行 這件事情怎麼去執行 OK 好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我傳給群組裡面傳給大家的那個影片 所以其實你會知道 他之所以可以找到人的臉 就是靠剛才那一行 他找到了 他找到 那這個就這個就有找到這個框框 他怎麼知道臉一定要在這裡 那像我剛剛做鬼臉 他就不認為我那個是一個臉 然後 如果我回蒙一下 哎都還沒找到回蒙一下 那他就會找到這個臉 OK 所以 這個這個可能看好就沒辦法做到這個程度 那那那我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再怎麼厲害 都沒有比先看到人的臉 重要 你什麼訓練方法都可以 可是你要怎麼擷取 資料來做判斷 這個很關鍵 這個很關鍵 你把一個人的臉訓練得很好 結果你竟然沒辦法從一張照片裡面 先把他人臉結結下來的話 那你再好的模型都沒有用 所以 人臉辨識有兩個很重要的觀念 一個是 怎麼找到臉在哪裡 才問自己說 他是誰 那如果你連 你 你連 人的臉都找不到 那你根本沒辦法問說他是誰 那我們在 真文一號橋這個案例也是一樣 如果我今天這張照片會一直亂飄 就像剛才一軒有提到說 只要照片都是同一個角度拍過去的 同一台縮時攝影機拍過去的 按道理我現在做的任何事情都適用 但我們都不能去預期說 會不會我這個照片相機 像慶柔 大家也都跟我們去裝過縮時相機 我們裝的這麼隨便 其實說真的有一個 小朋友 他在路上看到了 他就手去碰一下 那整個鏡頭不就轉掉了嗎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的所有的演算法就都不準了 所以我們如果有一套程序 可以自動去判斷說 這張照片裡 哪裡有橋墩 我們找到了橋墩的位置 怎麼確認他上面有沒有刻度 如果有刻度 我們怎麼才去做水位的判施 所以東西會越來越複雜 也就是說 現實的世界裡面 不一定這麼理想 然後就 但我們不能教最複雜的那一種 因為大家都會學不好 所以我們這項課就是這樣 一點一滴的 一點一滴 東西慢慢越來越多 好 那 我只剩30分鐘了 好 所以我們剛才可以看到那張照片裡面 他不是有畫出 我們剛才給大家看那個影片 有找出藍色的框框嗎 他怎麼知道那個框框怎麼找出來的 就是這裡的什麼 他會告訴你這個face 這個face裡面 其實他會回傳你x跟y x跟y 然後會回傳你 找到了這個 這個人的臉 找到那個範圍的寬度跟高度 那你就知道說這張照片裡面的 人的臉在哪個坐標裡面 因為他給你x跟y 然後給你w跟h 那x跟y可能是左下角那個點 那你有w跟h你就知道這個矩形怎麼畫出來 大概是這個概念 我忘記這裡的x跟y是 人臉的中心還是左下角那個點 那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那個code 好 所以呢 我就 開始想要做訓練了 然後我在做訓練之前先開一個叫做labelpico 這個是在python裡面開一個檔案的寫法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file 而是file 然後這個檔案怎麼樣w跟b的意思是什麼 我現在是要做檔案輸出 所以w叫做write wb就是這個w是write 那我這個檔案的名稱叫做labelpico 然後我先讓這個labelpico裡面先存什麼 把labelid存進去 把labelid存進去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 我的什麼 我的所有的id name 所以這個pico就是我所有的這個id names 然後 然後第83行才是真的是開始在做training 然後你看training就很簡單 我把label丟給他 然後我就 akstrain就是所有的圖片 akstrain就是所有的圖片 我們前面已經有akstrain在這裡 akstrain 你看akstrain就是把判斷出來的人的臉 然後得到的圖形 傳給這個training model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怎麼roi就是我們要訓練的圖形 它是這張照片裡面的y等於y加w y加h akst等於到akst加w 就是這個矩陣範圍會把照片裡面的人臉截取下來 把這個影像的array存在roi裡面 然後再讓roi存到akstrain裡面 然後這個akstrain就會是我們要訓練的輸入資料 ok 好所以這邊就開始做訓練 然後我們就得到最後一個 training model 那我們就命名這個training model 副檔名是 這個ymodels 就yml 這就是我們的model 所以這個model很重要 我們訓練成功以後 我們訓練成功以後在這個地方就會出現 這個檔案 那這個labelpicos就是我們所有的 比如說0代表是誰 然後1代表是誰 這個labelpicos就是在存這個資訊 就是存這個點對點的這個名稱 然後trainer的這個.yml 就是我們最後training出來的這個model training出來的這個model ok 好 所以對於你們的訓練來講 這個code基本上是不需要去改的 所以你要訓練一個新的模型 就是說有新的人加入了 比如說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現在要加入我們這個模型 那對於你要做的事情其實是把你的照片放到這個image裡面去 然後給這個目錄的名稱就是你認為的那張照片的人名 然後等你建立好這些目錄以後 你就再重新執行一下這個code 然後他就會丟出一個新的model給你 這個model給你 他就會丟出一個新的model 那如果你想要有不一樣model名稱 你就是在這裡 隨便改成你喜歡的名稱 然後這裡改成你喜歡的名稱就可以了 好那這部分大家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是不是 舉個手 那你有問題的話可以開喇叭 跟我跟我討論一下 好看起來大部分人都ok 好那我們快要沒時間了 他把手放下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offline點拍 我們有一個phrase recognize 這個offline 我們回到這個offline realtime我們就不講了 因為realtime唯一的差別就是 這裡有一個 這個地方 cv2 video capture 那我們這裡的videocapture的這個位置 我們是直接給他一個影像檔 我們直接給他一個影像檔 那如果是realtime的這個執行的話 這裡給的是什麼0 這裡給的是0 如果是給0 上一個學期大家有學到的話 就是如果你cv2 capture給0的話 就是他在等待現在你的照片 從你的鏡頭去拍一張照片進來 他就會一直拍一直拍 那這個的話就是 所以這個程式 只要在這個地方改成是0 他就會自動去找到你 現在的裝置裡面的鏡頭 然後自動開啟鏡頭去做拍照 那你就會一直即時的去做 得到新的照片就馬上做判斷 得到新的照片馬上做判斷 那這個比較難做每一個人的訓練 因為不一定每個人手邊都有這個裝置 所以我們今天聚焦在離線的這個工作怎麼做 好那前面都一樣 我們這裡就沒有用p了 因為我們這個程式主要都是用cv2 就是opencv去做影像處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一樣 我把冷的臉這個library讀進來 然後我建立一下初始模型 然後你看唯一不一樣是 我已經訓練好模型了對不對 所以我直接把這個trainer yml讀進來 這個是我剛才訓練好的模型 那我直接讀進來就好了 然後 我把labelpicos讀進來 你看現在這裡改成什麼rb 就是說我要讀東西進來 不是像剛才是wb w是write rb是read 那我就說為什麼要讀進來 因為我必須去知道 每一個人的這個 每一個人的label 對應到他真正的名字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模型裡面 如果他的label是0 那請問他的名字是什麼 我總不能說我判斷出這個人 他的ID叫做0 如果判斷出這個人的ID叫0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這個0是誰 那對我們一般的用 用處上不是很關鍵 所以這個picos很重要 labelpicos你一定要存 你在做訓練的時候這個training model 這裡你一定要去存labelpicos 因為他會把ID跟真正的名字串在一起 那你才知道如果判斷出來是0 那他代表是慶樓或是其他的人 這個很重要 那你自己在家裡玩的話 你就是要去拍新的影片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你拍一個新的影片 然後用我現在這個code 來做檔案的截圖 用我現在這個code來做檔案的截圖 那我什麼意思 好我現在就先run這個code給大家看 那我是run這個flashrecognizer這個offline 好這個是左邊是一個已經灰階化的圖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我的那個 我提供的這個影片 然後大家看一下左上角不是很清楚 左上角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一個白白的數字 這就代表我現在從影片裡面去做截圖 第四張圖 那個數字會一直跳 所以我現在按任意見都可以 那我習慣按Enter 在我的操作畫面裡面我是按Enter 然後大家看到這張照片會一直怎麼樣 會一直開始移動 如果他找到臉以後 右邊就會跳出另外一個鏡頭 然後呢 他不是有判斷上面是Vivian CHL嗎 那這時候你打開你的目錄 你就會發現他自己把這個照片截下來 所以你就會存到這張照片 然後我們繼續走下去 然後只要他判斷到照片他就會一直存 他就會一直存 那存檔案的規則是什麼 就是現在電腦的時間 加上我判斷出來的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那所以你知道如果今天這個是 假設是馮于彥好了 然後結果下面看起來是Vivian CHL 那你不是很擺明就知道這個就不是他嗎 所以 檔案名稱要有那個能力去 去 去留下一些資訊去自己去做人工檢核 就說他到底是誰 那所以 我們就 我現在這個城市有個盲點 就是說 我沒有設定強制他結束 所以 就一路要做到結束 我才能關掉這個城市 所以 總共有 900多張照片 只有這個Enter要按很久 當然我也可以暴力Ctrl C把它弄掉了 到時候 所以我只是想說跟大家講個方式 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製作 剛才要給第一個code訓練的照片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你拍一個影片 然後執行現在這個code 他會判斷錯誤對不對 假設你自己隨便拍著一個影片 然後就給這個code去run的話 他一定會判斷錯誤 因為你的 你的那些人的臉都沒有在這個模型裡面 那所以他判斷錯誤沒有關係 但是他會截照片給你 他會截照片給你 然後你從這些照片再丟到Image裡面去做訓練 OK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現在這張照片很討厭 因為這張照片上面有什麼 藍色的線 而且還有莫名其妙的字 所以 你要如果你是想要去讓他自動幫你去卡照片 然後用這些照片去做訓練的話 你要先在這個程式碼裡面把藍色框框拿掉 然後跟 顯示名稱拿掉 那他才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照片 適合你去做訓練 好 我還是把這個Enter按完 那等到我走出去以後這個影片就結束了 OK 你在家也可以玩 然後你也可以玩玩看 你隨便放一張 放一個影片進來 然後讓這個模型就直接做測試 你看你們的家人有沒有人跟我長得很像 或是跟我訓練模型裡面的人長得很像 看他會判斷成是誰 那比較尷尬的是比較尷尬的現象發生就是 明明是男生判斷成是女生 女生判斷成是男生 這個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去做測試 好 那我繼續把這個畫面走完 好 不曉得用到code 所以你要改的是什麼 你可以用你自己隨便手機拍的影片 然後取代這裡的名字 這樣你就可以去結 讓這個程式自動去幫你結照片 然後 我這裡有一個限天上的限制 就是怕有人的影片太長 那我最多只處理一千張 這個影片裡面的一千張的照片 所以你的影片不要太長 超過一千張照片疊起來的影片就會 他就不會再去做處理 或者是你會把影片截斷處理 截斷處理 然後剛才怎麼去 把那個 他寫他是叫什麼名字拿掉 這裡 這裡有一個put 這個上次慶樓也有用到這個函數 就是大家現在都會用 把這個cv2的puttst comment起來 那他就不會顯示字體 然後 畫框框 這邊有一個指令可以畫框框 這個right angle 把這個指令comment起來 照片裡面也不會出現框框 我大概先快速跟大家講這幾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好那 整個判斷邏輯怎麼做判斷 第一個 因為我已經 想要去分析這個影片 所以我把影片讀進來 影片在這裡 cap cap 我把cap從影片讀進來 然後cap read 這樣我就會讀其中一張照片 cap read 然後把這張照片讀進來 我去偷看一下這個share 這個share 寬度高度跟他是什麼樣的component 然後 我把這張照片的frame轉成灰階 變成gray 然後我在這張照片上面 put這個test 這個是我剛說錯這個puttest 他不是貼上名字的字串 他是貼上說這張照片是第幾張的照片 你看他貼上的是貼上這個i 貼上這個i 這個i就是這裡的這個i 就第幾張照片的i 然後 我把這個視窗打開就是看一下那個灰階以後的照片 然後 然後這裡的話就是說 我要從這張照片裡面去把人的臉抓出來 大家還記得嗎 這個就是把人的臉抓出來的指令 呼叫這個library 去把人的臉抓出來 然後不管我抓到了這個人的臉怎麼樣 我就 就就還是空間中抓大一點 你看我抓到這個人的臉是XY還有他的W跟H 然後我就去把他的Y1Y2X1X2都抓出來 然後重新把他存成一張 除了人的臉以外還有比較大的範圍 這不是只有人的臉是在加大他的範圍 你看加減0.5倍1.5倍0.5倍1.5倍 然後得到一個這個是我真的要的照片 然後我這裡就怎麼樣把它resize resize 然後這裡我做 做了一個比較不好的示範就是說 我這個resize其實這裡用90X90 大家記得我說的吧 就是說 我們上面這些training的resize 是用多少 是用250X250 如果大家回到剛才上一個code 在這邊 我們用250X250 所以我們這裡應該要把它改成250X250 可能效果會比較好 250X250 因為我們的training model就是基於250X250的 影像在做處理 那誰在做判事 第50行這個這個就在做判事 你從英文字面你看得出來還在做判事 因為他寫了一個點Predict 就代表他做判斷 然後他Predict完以後他會回傳你兩個東西 一個是他判斷出來的ID是多少 他有多少的confidence 他有多少信心 C-O-N-F是信心 那當然這個信心度越高 答案可能會越完美 所以我在這裡 只有認為 當這個confidence大於45的時候 我就認為他可能有一定的可信度 那你可以把這個confidence調高 那他可能就會怎麼樣 就會更有信心一點 可是他偵測人的臉的這個行為 就會頻率變得比較少 因為他就認為說我沒有信心 所以我就不告訴你他是誰 就雖然他有找到人的臉 可是他不敢告訴你是誰 因為你跟他講說信心沒有大於這個數字 我就不告訴你他是誰 所以這裡大家可以去做一個微調 那這裡就是找出人的臉 畫出人的臉的框框 然後這裡就是把他的名字貼上去 把他的名字貼上去 找出來的這個人的臉是誰 你就把他名字貼上去 所以那個一開始那個label Pico很重要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模式訓練 他只會回傳你他的ID是誰 可是他並沒有跟你講這個ID的名字叫什麼 所以你一定要去呼叫什麼 這個把這個label Pico讀進來 不然他不知道這個ID是誰 但他不知道這個label他對應的ID是誰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要讀那個 好那所以接下來的程式都不是 就是跟訓練沒什麼關係 所以我再跟大家再快速的複習一下 最重要的是第一個code的訓練的模型 你一定要讀進來 然後那個label Pico你也要把它讀進來 因為你才知道模型判斷出來的label的ID 等於誰的名字 然後接下來就是 自己把你的影片放進來 那他就會開始幫你去做這個影片裡面 有哪些照片是有人投的 如果有人投我就幫你做判斷 那他的判斷的方式就是這裡的這個predict 那你第一次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是怎麼樣 是不可能判斷成功的 因為你的 你自己給的這個影片裡面是沒有 本來我們沒有這個資料庫的 那我現在就來示範一下 我隨便貼一個影片 我先把這些都剪掉 然後 我隨便找一個影片好了比較短一點的 這個27秒 這個13秒這個好了 我用這個13秒的 然後把它貼過來這裡 然後 我就 所以我要把那個code裡面的影片改成這個名字 那我們就把它改成這個名字 就隨便拍了一個影片 然後我們在這裡把這個mp4改成我剛才貼的那個名字 改成他 然後我們就來做一次 我們重新的做一次說 Python Base Offline 好然後我們一樣左上角是D0章 那我開始按Enter 就是按Enter 好 那他就找到 我的女兒的名字叫Fattoria 那他就找到他的人的臉 然後你就回頭看一下你這個 你有找到他 然後就有照片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印象我說 如果你今天是要把這個照片拿去做訓練的Model用的話 好最好不要有這些藍色框框跟白色的字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來把白色的字跟藍色框框拿掉 那我們繼續把這張照片走完 好把這張照片走完 要花 抱歉這個13秒也是要走走一段時間 好所以我們等一下下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說不行 我們不希望 這個被他截取下來人頭的照片裡面有 藍色框框還有白色的字 對我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程式碼裡面這些東西 Mark起來 然後這樣子就不會有藍色框跟白色的字 這樣我就可以重新去訓練這個模型 重新把這些照片當成是模型訓練的這個輸入資料 好等他出去就結束了 你看這樣多多少少會判斷錯誤 他把他判斷成是乙熙 乙熙是我最小的一個女兒 好所以他也在判斷錯誤 不是說百分之百都會知道他是Factoria 好然後我們就趕快結束這個程式 好然後所以我們現在要把這些model我們都不能用 因為他這些照片都怎麼樣 這樣都有都有一些藍色框框跟白色的字 那你看到有一些他也是把他判斷的是我 然後有些他就判斷很多判斷是我 然後有些判斷Factoria 然後有些判斷成是乙熙 那是乙熙 那我們現在把這些照片都殺掉 那我們所謂新東理想的照片就是不要有這些藍色框框 所以我們去把第我們講行號好了 我們第一個我們把57行的這個舉行先comment起來 然後找到這個人的名字以後的這個put這個test 也comment起來 那這樣他就不會怎麼樣 我去貼上那些白色的字 他就不會去貼上那些白色的字 那我們第一個直覺就怎麼樣 就可以有更好的圖片 那我們剛才這個東西我們就重做一次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 他又找到了 但是他現在不跟你講找到東西在哪裡 對不對 他不跟你講找到東西在哪裡 然後我們就發現我們就有這些照片 我們就開始他找到人臉的照片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其實是覺得這個很好啊 因為有些譬如說這張照片怎麼樣判斷的是我 這張判斷判斷的是我 然後這張判斷判斷判斷是乙烯 他判斷是乙烯 他記得現在判斷出來的結果 然後我再花個一分鐘按Enter把這張照片按完 然後讓他一直不斷的持續去判斷說 新的照片 新的照片 那大家記得就是說這些照片裡面其實有很多 怎麼樣判斷失敗的地方 判斷失敗的地方 因為有些你看只要不是Factoria的這個檔案的名稱 就代表這張照片其實是判斷成另外一個人 那大家如果回家以後去測試你自己的影片 一定也會發生很多這樣的問題 一定也會發生很多這樣的問題 那我現在要示範的是 隨便你給一個影片你就會得到這些照片 對不對 那我們不是要做重新做訓練嗎 我們怎麼做 好先等我女兒走出去 好 那我在做訓練的時候 我女兒看到一些照片 他就會說 這不是浩瑋哥哥嗎 他們都自己都會記得 他們有看過人的臉的長相 那你們有跟我們去 我們導生劇或什麼的有去吃個飯嗎 能夠讓他們留下印象的人 可能沒幾個 你都要先送他東西 他就永遠會記得你 送他一個什麼巧克力 他就永遠會記得你 好 所以我剛才很明顯發現有些就訓練的很 就是完全是錯的 比如說這個對不對 然後這個也是錯的 那我先不海選 我不宣布精挑細選 我海選 我把所有人都剪下 剛才找到的人臉都剪下 然後貼到這個model裡面 那因為我創造一個叫Fattoria的 的目錄 我把剛才找到 不管是對還是錯 我全部都貼上去 全部都貼上去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 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重新做model的訓練 對不對 我現在在做 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重新做model訓練 所以我做Face 10 你看我現在在做model訓練 同做 重做一次 好 給他一點時間 訓練也是model要多久 我們的 輸入資料大概不超過500張照片 其實去年一個model不到一分鐘 對不對 現在結束了 現在結束了 好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一樣的判斷 我們現在做判斷有點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我把 我女兒的照片 不管判斷對還是判斷錯 我把這些照片都丟到 目錄裡面去 然後重新讓模型再訓練一次 所以你們會預期怎麼樣 應該所有的東西都要判斷成Fatoria 因為我已經把錯的也放進去訓練了 然後 可是那明明就是Fatoria 所以他應該成功率會 明顯比剛才還要更高一點 所以我們這時候做什麼事情 我們把 矩形打開 把字串也打開 然後讓他去 再辨識一次 一樣的影片給他 一模一樣的影片給他 再讓他去做一次辨識 我們預期 透過新的模型訓練 應該所有的Fatoria都要叫Fatoria 好我們再看是不是這樣子 好Fatoria對不對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目錄可以 可以到這裡看一下 這裡 他怎麼還是 我跳過第一張那個VVM照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有沒有改善 以西還是什麼 還是以西 大致上看起來這個模型改善的空間有還是有極限 因為他可能只有某些地方他有做改善 因為你看以西還是以西 然後我一開始的這第一張怎麼會是我怎麼看也不像是我 怎麼看也不像是我 然後 我現在剛才沒有把剛才的答案存下來 因為我把它貼到Image裡面去了 那大家就可以去比對有沒有做改善 不過我看起來改善沒有很明顯 或是根本就沒改善 奇怪應該要改善的 那我是希望就是說大家回去自己玩自己的 因為你們的影片絕對會判斷成別人 因為你們還沒有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你們的沒有一張照片是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所以你們一定會判斷成別人 那我我是最後也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影片 就是 我們希望這個模型會越來越強大 所以這個Image的資料夾 如果你有新增的話還是上傳到雲端上去 那我們大家都可以有一個越來越完整的影片 所以你自己的照片 像像康豪比較有偶包的就是 要要後製成帥一點的也是沒什麼關係 那慶柔譬如說要漂漂亮亮的也都可以 所以我們這個希望最後大家可以去公開這個 這個在這個Image裡面這個目錄 然後我們可以訓練出一個更好的目錄這樣子 那 不知道大家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就是說今天上的這個內容 我們後面講的比較快 因為那個核心其實不是很重要 他的核心就是說 剛才訓練出來的模型加進來 然後 訓練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其實是Label 他Predict他是Label的號碼給你 那實際上你要Pico的那個檔案 你才知道這個號碼等於什麼名字 那你就可以做判斷 就可以做人臉辨識 那其實這個Library很強大的 他不是只有人臉辨識的能力 他還有什麼 他還有辨識眼睛 辨識笑容的能力 我們只用了其中一個 你看這麼多這麼多的XL Melodon 我們竟然只用了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那其實實際上他還有很多相當多的功能 我們都還沒用到 那個這個是給大家一個 一個引言 就是說很多東西可以玩 只是我們還沒有玩到 好 那是不是 大家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先舉個手 還是 看好 看好馬上就舉的 好 老師 我想問那個 之前有提到過那個過渡判施的問題 這裡會出現 他 他就是這種東西都會仰賴那個 你給他的模型就是怎麼樣子 所以 我們現在 最公平的做法就是每一個人的 目錄下的照片 個數應該盡量要是一樣的 就是盡量是要一樣 不要有過度偏好 比如說 像我個人的照片就特別多 然後 可能Fittoria照片特別少 那目前我們的目錄裡面 照片數量每一個人其實是不一樣的 其實是不一樣的 因為收集的那個樣本很有限 所以 就像會有你剛講的那個問題 如果 這個人的照片比較多 那 他可能就會 有比較高的進確度 那或 抑或是 其實 很多人的臉也容易判斷成他 因為這個人的臉訓練的比較多 然後 假設 易軒的臉訓練的比較少 那你會不會容易判斷成是我 這個也有可能 因為我的樣本比較多 這個大家會有這個問題 不過因為這個是個人可以去 做控制的 所以我們這堂課沒有很專注的在調整這些東西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易軒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好 那有沒有其他有問題的 還是不知道這次回去要做什麼的 他邏輯很簡單 就是說 你用你的手機隨便拍拍個影片 然後 但你 你不要拍一個影片然後裡面都沒有人頭 我就要 玩了半天然後裡面都沒有人頭 然後你說你要測試這個影片 那 這就很尷尬 那 那我是覺得大家就可以像我一樣做成一個影片 做成一個影片 就是說你判斷出來的螢幕的畫面 你可以錄自己螢幕的畫面 然後 就上傳你判斷出來的結果 就是一樣嘛 就像我剛才傳了一個影片給你們那個那個樣子 就是說你就會很清楚看到從影片就會看到這個成功還是失敗 然後成功率有多高 然後把誰判斷成是誰 那像我剛才有做一個 就是做一個那個 就是做一個那個 這個影片就是說 但你要先跟我講你的人民的定義 你要先跟我講誰是誰誰是誰誰是誰 那我才會知道你錯判的這個人 他其實跟你的關係是什麼 他其實跟你的關係是什麼 那所以這個這個就很像上傳這樣的影片 然後再告訴我誰成功誰失敗這樣子 好 那我下一次的上課 或是搞不好我們沒有下一次 我再跟大家講 因為我永遠都不會跟你們講我現在不知道做什麼 那如果我下一次會上課的話 因為今天因為我其實每次都沒有特別準備說下次要上什麼 那由於大家今天的練習我發現大家對於 其實大家都會發現有像一軒有講到說 假設我的鏡頭就是對著一個東西拍攝 他永遠都是固定的 那其實我們的問題可以很簡單 所以我下一次如果有機會上課我想要上的是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跟他的距離 或者我們怎麼知道我們跟他鏡頭跟你想要拍攝物體 之間的關係 我們怎麼知道 如果從一張照片我能不能決定這件事情 或是我今天拍一張照片跟下一次在類似位置又拍一張照片 我怎麼去知道其實這個鏡頭之間 跟我想拍攝的物件是有一些差異的 因為這個好像我們在現實中的狀況會遇到 我們也不能保證我們每次在縮時攝影這件事情 都綁在同樣的位置上 或者是我今天被風吹了一下改變的位置 會不會我的照片所有的演算法都不能用 這個可能在真實的應用上可能會面臨到這些問題 好 那 沒問題的話 大家就是長漢然後 然後 一軒然後加封跟那個 浩瑋記得要把Code上傳到 就是我們指定的這個 位置上 我們今天大家做的這個Code可以傳到6月18號這個目錄裡面 那你可以建立你的目錄名稱就是你的名字 然後就說這是你的練習這樣子 那我覺得就是 我也沒特別去公佈說那我的答案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大家每個做法都不一樣 然後 我們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要找到 水位有多高 那 我們覺得這沒有答案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去去公佈一下 我是怎麼做的 好不好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 我們盡量還是都壓在4點結束了 不要讓大家 我要不是壓在4點結束會長也不會這麼準時 他就是衝著我一定會4點結束 才才才準時參加的 OK 我希望不要耽誤大家太多時間 然後我的一貫作風就是 我不希望我講很多東西 但是我覺得 大家有不同的答案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就是 沒有什麼答案的 也沒有什麼正不正確的 然後 只有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那你要用什麼方法硬幹都可以 暴力破解也可以 交叉測試也可以 然後 只有這次可以也可以 下次就不行也沒關係 好 那就這樣了 那就這樣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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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記性